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等一下自己走就可以了 嗯 莫名其妙地 又和他上闯了 我们现在连钱男友都算不上 应该叫你钱炮友吧 我真是蠢死了 喝那么多酒还要放过山进门 明明知道他是借酒发疯 我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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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真的都不用去上班吗 反正都已经迟到了 所以我跟公司请假了 想等你回来一起吃午饭 不用了 我们都吃过了 你回去吧 那 再见 再见 随便坐 他昨天在这里过夜 默认了 昨天喝多了 我以为你不是这种人 那我是哪种人 你所看到的我一直是你想看到的我 我只是与其他人无异 可为什么是他 你爱过人吗 爱心的爱 嗯 那你现在还爱他吗 我 你看 你也回答不出来 你不知道你是还爱他 或者是不爱 虽然生活要我们都努力向前看 但是过去的事情 却不是想忘就能忘 因为已经刻骨铭心的 在你的生命里了 可是我没有想要和他重新在一起过 我也没有这样想过 只是一点酒精 一点旧情 然后 我和他之间 有点复杂 但也不算复杂 比如说 我爱着他的时候 我爱着他的时候 他爱着我的好友 当时我不知道 但后来我知道了 我就离开了 谁也没有告诉 就如当初 就如当初自然而然的跟他好了 分开才好 我 在一起的时候 在阳台上 吃着西餐 喝着红酒 有时候 并不多说什么 但是觉得很温馨 很浪漫 很温馨 那时候 我以为 他爱我 没事 都是过去的事情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是吗 是啊 都过去了 你也说 生活要我们向前看 你看得到我吗 可是昨天的事情 你不介意吗 我当然介意 但是那是因为 我们没有开始 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介意 只能怪我自己下手太慢 还想着等你适应呢 若水 杨头 我现在还 可惜了 这么好的机会 那你愿意给我机会吗 或者说 给我们机会 让我考虑一下可以吗 别让我等太久 还有 别再让我懊脑下手慢 光固执等你了 被别人捡了便宜去 好 又不伤他了 不去找你的青苹果 来这里干嘛 不是来参加文西的生日会吗 离我这么近干嘛 来来 热水 一起来花钱 我先去个洗手间 洗完脸清醒一下 老公 人女后面 老公 要喝水 扔命了 I've seen you clear the fire I never heard you cry My blinded heart has washed a shore My innocence won't die And I wish I had more patience And the things I can't reverse And I don't know why you were so threatened By the entire universe You were on fire Tainted in the sun You ran against the raging waves Decadent in the sky 既然你现在是自由生 怎么没有来追我呢 不是不喜欢苹果拍吗 那是我混着乱说话 我 我是个白痴 我以为我喜欢的是青苹果的活力灿烂 但只是喜欢而已 我想要的 自始至终只有姜若水而已 所以 希望你能原谅我 当日搞不清楚状况 就乱说话 好吧 我原谅你了 哎 明明是狼有情狼有意的两个人 怎么就 若水 我们两个 老早以前也出柜了 本来就是好友 还一起出的柜 当时我们两家人看见不过来 还以为我们是一对 嗯 后来见我们不是 竟然还想着撮合我们算了 因为熟识 知道我们都是靠谱的人 我也觉得可惜了 怎么就是不来电呢 哼 你才不可惜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想要怎样的人 从来不会被别人忽悠 或者糊弄 你想说什么 你相信的是两情相悦 永远只是追求自己的感觉 如果被你不打算接受的人告白 你会觉得困扰 直觉想拒绝 和避开 所以有时候 比起跟你告白 跟你搞暧昧 或者直接上床比较有效 那个大的学生呢 最近你们怎么样 还好 如果喜欢的话 你才不会犹豫这么久 问我说 你怎么老是纠结我的感情问题啊 烦你自己的去啊 你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定不下来 你家大人看我的眼神 都越来越热切了 好像就盼着我收了你一样 你别担心 他们看哪个好男人 都是这样的眼神 那个啊 很抱歉 最近在一个朋友家 没有联系你 没关系 不过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要跟我说的不是这个 上次 我们说的那个事情 我认真地考虑 对不起 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 所以 我还是不想 很抱歉 可能只是时间不对 算了 我接受你道歉 我知道你的想法 嗯 那我们以后 还是朋友吗 我求知不得 若水明确拒绝那个杨桃 是不是说 我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我先走了 还要上课 好 这两天还好吗 天气越来越冷了 你有没有注意夹衣服 走吧 去哪里 宿舍啊 坐 喝水 哦 结束吧 结束 结束 结束什么 我们这种 很奇怪的关系 哪里奇怪了 哪里都很奇怪 既然我们已经分开了 就不要再有这种关系比较好 你应该正正经经的找个恋人 认认真真的谈恋爱 可是我 我也想找个人 认真的过日子 我不行吗 你找我 我们认真的过日子 不好吗 我又会做家务 还会做饭菜 有车 虽然没有房 但是 我们可以开始考虑按揭 我早跟我家出柜了 所以没有家庭的阻力 可是顾善 还有什么可是呢 这不应该是 你对其他人说的话吗 没有其他人 只有你一个 我只对你一个人这么说过 也只想对你一个人说 不对 你怎么说这么奇怪的话呢 也是先走吧 你回去好好想想清楚 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话 令会不要你的 不是 我 你别看令这么会玩 像个花蝴蝶似的 但是他心里 纯粹的很 嗯 就跟你说的 像个青苹果一样 若水 你听我说 你看 你还是看得挺转 果然是因为你在意他 我爱的是你 我爱的是你 你走吧 我不想说第三次了 还有 记住 你爱吃的只是青苹果 不是苹果派 不是 我只爱吃苹果派 算了 在你想清楚之前 我觉得我们 都不要再见面比较好 我 喝水 顾善这两天 一直打电话问我 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是不是 不打算再接受顾善了 喂 顾善来找过我 就是文希过生日的前几天 他跟我道歉 说他并不是想跟我做爱的那种喜欢 若瑞 顾善不爱我 一直都不爱 以前只是他的错觉 这算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好好想想 你也别气 你知道我最怕你气我的 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 真生气了 你是我从小长大的朋友 我跟你换命都可以 而那个人 我以为是我的爱人 他却跟你说 他喜欢你 他想照顾你 若瑞 你让我怎么不淡定 那是顾善蠢 所以 你是无辜的 我没有那么无辜 是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我背叛了你 但是 除了一开始没有告诉你以外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然而 不告诉你的原因 是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还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知道了 你让我怎么做 告诉我 我们三个坐在一起说清楚 然后你和顾善没有顾虑 没有包袱 恩恩爱 双宿双飞 你别说气话 我从头到尾都很明确地拒绝了他 所以他退而求其次 或许 还是应该让顾善自己告诉你 他已经告诉你了 你不觉得 这很荒谬吗 哪里荒谬了 我就知道 你铁定不会相信 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拒绝 从头到尾都很荒谬 若瑞 从来都没有什么退而求其次 从来只是那个笨蛋搞错而已 搞错 用眼睛被糊到什么地步 才能把你我搞错啊 而且一点都不荒谬 爱情的路上 本来就是 所以当那个人 发现了自己的真心所在 然后捧上来 就一定要接受了 在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 雷告诉我 这些天 我的所作所为 有多么的可笑吗 我还不想再接受了 不帅 我不想再接受 我不要没穿过 我 交到每年后 我才能保持 觉得出品 你说 我 你 我 我 过来 这个 在下 你的 我 顾先生 请不要在我家楼下淋雨 要是昏倒了 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的 不会昏倒 就算是苦肉剂 对弱水也是没用的 弱水向来11 22 不会有1.5的灰色状态 我没有用什么苦肉剂 我只是想见他 但是 但是他不愿意见我 唉 上去我家吧 弱水他愿意见我了 他还没回来 那我在这里等他 我说你 在这里表演痴情男 给谁 看呐 弱水 你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血 究竟是怎么了 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受伤了 喂 弱水 我没受伤 你们在做什么 你既然没事 那我先上去了 你真的没事 关你什么事 我 我就是担心你 现在 连我单方面担心你也不可以吗 关我什么事 你真的没受伤 没有 是我一个老师 今天摔倒了 流产 血是我送他去医院时染上的 哦 这样啊 一个本该在几个月后出生的小生命 还没有来得及见到阳光 就这么没有了 是意外 别难过 我喜欢小孩 却知道自己不会有孩子 所以看到那些挺着大肚子的妈妈 会觉得好神奇 好美丽 人的生命真的好脆弱 从还没有出生开始 本来应该那么可爱的 那么美丽的 没事了 那位妈妈 她以后一定会有孩子 说不定 就是这个孩子来投胎 看到那个老师 身心剧痛 我想起了我妈妈 有时候 我也觉得自己不孝 没有顺着她的心意 找个好姑娘娶了 生个孙子 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 至少 现在不用了 对不起 虽然 我曾经以为 你确实也要负责任 若水 对不起 喂 我说你们好了吗 顾珊 你回去吧 你和顾珊 要怎样才能和好呢 为什么一定要和好 一刀两断 干干净净的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 黏黏糊糊呢 我不喜欢这种状况 我竟然 能容忍这种状况 这很没有意思呢 顾珊 我想 我大概一直抱有绝望中的息迹 听到你说 你爱的是我 只有我 不是别的任何人 但是我 不要退而求其次的爱情 若水 或许你没有 但是我会止不住这么想 这与你 与我 内心深处都是一个死结 这也不是我们纠缠不休 或者随便坐一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一段日子以来 你费了很多心思 渐渐开始了解我了 但是你知道的 还不是全部 给我时间 我会成为那个最了解你的人 我其实 是个懦弱的人 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直接走开 逃避 这件事情上 你也看见了吧 我也没有去争取 但并不是说明 我不够爱你 爱过你 但不是我的 我又何必去强求呢 你是我的 别说这样的话 我不信 至少现在不是了 以前 或许也是 但是你我都没有发现 那就是错过了 至于以后 什么 你的道歉 我接受 你做了那么多的补救措施 我也都一一记得 但是你的爱情 要让我接受 我想 伤口之所以一直好不了 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很下心 挖掉那块已经坏掉的肉 所以才会 这样黏黏糊糊的疼痛着 我以前一直是一个怕疼的人 但这次竟然和你搅和不清的不亦乐乎 至于以后 我只接受 纯粹的 没有其他人 不管是真实存在 还是你意想出来的 你的爱情 我可以吗 现在当然不可以 学长的意思 是要你重新追求他 真的吗 是他说的意思吗 既然简不断你还乱 我也认了 不如我们断个干干净净 然后重新开始 入水 我会好好表现的 学长 所以说呀 对你这么上心的人你不要 天要选一个笨蛋 嗯 你要改正以前相处时犯的那些错误 虽然最近你是纠正的七七八八了 我也要改 啊 宿命论生的 以后请你和林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管在我看不看得见的地方 严陶 我们走吧 啊 接下来我们有课 请问你有什么意见 没 在我看不看的是 unleash 咱们 啊 咱们 来了 若水 我给你带早饭了 快来 先把早饭吃了 喂 顾先生 你很闲吗 只为若水同志服务 顾沙 你是把你自己当老妈子了吗 我比之前胖了十斤 都怪你 没事 我看着正好 不管你什么样子 你给我别打 再这样被你喂下去 我的好身材就要毁了 肚子上都有小肉肉了 你那好身材啊 都是因为你三餐不规律 对身体有害无益 正好 我在你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健身房办了卡 那里感觉还很不错 你一起吧 这样你就不用怕这 我去洗澡了 你自己继续在这儿跑吧 落水 干嘛 人满了 就剩这一间 那就等着 我可以帮你搓位 不需要 一起吧 速战速决后 我们一起回家 我是说洗澡 人这么多 就算我想 也不能做什么呀 关键 落水 咱们去旅游吧 我不是还欠你一次旅行吗 去哪里啊 川西 我问问看教师和同事 最近能不能调出休假来 那我去安排计划 lock you 戴车 However, 您很累 觉得 你 是 怎么 我 我 老师,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男朋友呢? 现在还没有 好吧,祝老师幸福 谢谢 洛水,爱心午饭来了 旅行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生活用品我都带好了 你只要点个头,把人带着就可以了 嗯 你慢慢吃 下午四点的机票,来得及 知道了 先生,您的返卡 洛水 干脆我们也不要去川西了 我觉得在市里也挺好的 或者说 就在酒店也挺好的 嗯,就在床上也挺好的 那你就在市里吧 我一个人去 那这次去了川西 要不要顺便去C市 你想好了 嗯 回头,我们再去见我家长 我们这事儿就定下了 不许反悔 你不愿意 再说吧 再说吧 要带你去 什么 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还不能有个 你去上厕所的时间 那你说我要怎么办呢 咱妈妈喜欢什么呀 决定了一辈子 一辈子可是长得很 一辈子这么长 您二位不是也这么过来了 凡事总有个开始 才会可能有坚持和继续 我曾经犯过错 伤害过弱水 我也得到了报应 吃足了苦头 现在的我们 是得来不易 我会珍惜的 弱水这孩子啊 从小就独立 我们左右不了他 也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 那就够了吧 巫山 可别欺负我家小子 一定 一定 呀 蜜月回来了 我专门来接机 给我带的特产呢 你就嘴瓶 车呢 我的车拿去保养了 正好那天 跟灵人聊天呢 他就说要来接你们了 这次去旅行 有收获什么吗 我正式宣布 我们终于修成正果 你以后不许再给弱水拉皮条了 你怎么知道 就你们会修得正果啊 我和我家熊熊 早就互许终生了 别这样 干嘛干嘛 这样就害羞了 当初我还给你换过尿片呢 谁稀罕 我稀罕呀 前面的同志 请专心开车 凌然和那个男孩 是一对 你不知道 那时候灵人故意气我 有多可恨 原来你在那时一遍已经 是啊 那时我就已经发现 我对你 已经有了割舍不掉的感情 若水 或许我比你厚爱 但是我对你的感情 定不会比你的浅 都现在这地步了 还来计较什么心爱厚爱啊 啊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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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不是我被压在下面 这个好办 别 咬动 就多快点 你看 床不咬了 我在离学校不远的小区买了房子 我们一起来装修吧 这一次要是你再朝三暮四朝清暮处 水行洋花死心不改 要是你再让我离开 让我有离开的念头 绝对不会再轻易翻过你 我也爱你 江老师您来了 今儿比较晚啊 您父母都来好一会儿了 啊 你来了 嗯 我来了 听顾善说 你就在这附近的T大教书 是的 现在还只是助教 再过一段时间 打算申请当讲师 挺好的 听说你现在住学校的宿舍 是的 那平时都怎么吃饭 食堂 还有出去吃 听说你以前跟顾善同居过 嗯 那谁做饭 他做 顾家的男人都一样 顾善也是遗传他爸爸 在家也是他爸爸做饭 哦 晚上来家吃饭吧 先来一次认个路 你这孩子挺老实 离自家父母又远 要是被顾善欺负了 也好有个地方 战略性的撤退 好 谢谢阿姨叔叔 走 咱们先回去 让顾善下班后 直接回家 这酒啊 是他妈妈单位同事送的 平时也没有人陪我喝 听顾善说你酒量还不错 今天就咱爷儿俩 好好喝一回 好 伯父 我来 你俩都少喝点 弱水对我胃口 今天我开心 来 咱爷儿俩继续 弱水 你也少喝点 臭小子 我和弱水喝酒 你在一边都打个什么劲儿 混蛋顾善 阿姨 顾善他欺负我 啊 孩子别哭 他怎么欺负你了 阿姨给你撑腰 他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顾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弱水这么好的孩子 你不好好珍惜 竟然还功夫 小混蛋 回须看我怎么收拾你 把我心门相索 装作弱我 其实苦中作乐 我 抱歉 贝贝贝贝贝贝 没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渴望飞贝贝贝贝 黏在一起也不会嫌烦 你说生活很简单 享受着平平淡淡 有你微笑 哟 你俩可真肉麻 还书信传情呢 出去玩就出去玩呗 还写小纸条 纯情中学生呢 快快 拿出上次旅行的照片 给我们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这甜蜜的 顾善 我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 不是吗 爱情为搁浅 有限定 不放弃 雨后是晴天 小心试探着 错过的喜怒哀乐 美好珍藏意义 放尽饱河 说我不懂爱情 努力学会灵点 探索你心里的 那个唯一 抱歉 babybaby 没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渴望babybaby 黏在一起也不会嫌烦 你说生活很简单 享受着平平淡淡 有你微笑天空都是未来 其实babybaby 这样的我明明很平凡 感谢babybaby 依旧愿意成为我牵绊 无论前路有多难 双手紧前步放开 你是我不可缺少的一半 抱歉 抱歉babybaby 没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渴望babybaby 黏在一起也不会嫌烦 你说生活很简单 享受着平平淡淡 用你微笑天空都是未来 其实babybaby 背着眼的我明明很平凡 约定babybaby 一起如浪罩头发花瓣 想要做你的勇敢 作与风与我来打 要爱在阳光下开出璀璨 你是我刻骨铭心的唯一 你是我刻骨铭心的唯一 放入浪廓 政人 想要起色 早饭 还 keynote 感谢观看